哈喽 今天是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陈蔚 美国股市周五收盘小幅上涨 投资者仍在评估美国的通胀压力和美联储的政策前景 虽然说美国4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增幅是超过了预期 显示出通胀压力正在变大 但市场似乎更相信这给经济带来的推动会更大一些 因此美股并未受到很大的冲击 而更受关注的是 拜登公布了6万亿美元的预算方案 显示出和特朗普政府很大的不同 重点是放在了家庭和就业计划 支出方面还包括了税法的改革 最主要的就是之前提到的计划将公司税税率从21%提高到28%和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 这令市场情绪是再度紧张 股市也就缩减了日内的涨幅 相信随着预算方案之后在国会讨论的逐步进行 市场能够更加具体的去解读各个细节对经济和投资的影响 那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各股方面呢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零售巨头Costco和加拿大的科技股Blackberry 也就是黑莓公司 一方面呢 Costco昨天公布了最新的财报 可以看看这家零售巨头在通胀风险下是否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投资价值 而另一方面呢 最近随着AMC的再度大涨GME同样也是涨了不少 而BB也就是黑莓这只股票的表现呢 则相对温和很多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这种投机热潮下 黑莓这只股票现在的关注点在哪里 那先看一下Costco吧 这次公布的是2021财年第三财季的财报 是截止到5月9日的三个月的表现 那收入和盈利呢都是超过了预期 其中包含了会员费的总收入是同比增长的21.5% 达到了452.77亿美元 远高于上一季度的14.7%的增幅 而每股盈利则达到了2.75美元 完成了一个漂亮的doublebit 那值得关注的是 他们的电商业务同比大增了41.2% 不过呢这个增幅是远低于上季度的75.8% 那虽然Costco之前被视作是疫情下的受益股 但最近的两份财报都展现出 即便在疫情获得控制 社交限制逐步被解除的情况下 Costco这样的零售巨头 依然是有能力在经济复苏的环境下获得支撑的 那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已经引发了消费支出的攀升 例如像Costco的非食品业务也在走强 从去年的第一点开始反弹 此外呢Costco合作的旅游业务 也出现了好转的迹象 所以可以看出 这次的财报整体其实还是很强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亮点是值得分享一下 那就是他们的盈利模式正在持续的改善 在这次的财报中 会员费占到净利润的比例 已经下降到了74% 而去年同期是高达了97% 上一季度呢则是93% 这就展现出了明显和持续的下降趋势 也就意味着通过更高效率的运营 和国际业务以及电商业务的拓展 Costco现在的利润 已经在逐步的摆脱对会员费的严重依赖 这就有望在未来提供更大的盈利改善 那也是这样的表现 Costco的股价经历了今年头两个月的低谷之后 三月份开始开启了一波接近24%的涨幅 之前的低谷实际上还是因为 人们对疫情受益股在后疫情时代的表现有所担忧 以及呢对他们的盈利表现也同样担忧 但最近的两份财报呢 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 人们对收入增长和盈利方面的担忧 而今天呢财报公布后的股价下跌 我会更相信是大涨之后的锁定获利 也就是所谓的买传闻和卖事实的影响 我会觉得不用过度的解读 那另外一个问题值得关注 那就是部分投资者在担心通胀风险 因为这次的财报季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零售公司呢 都提到了物价上涨的潜在风险 但这样的风险 其实对于Costco这样的公司来说并不会太大 因为他们在面对供应商的时候拥有着极其强大的溢价权 另一方面呢 某些程度上来讲 物价上涨可能还会给Costco带来积极的收入增长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Costco主打的策略就是价格便宜量又足 更重要的是Costco一直将其低利润率视为最有竞争力的护城河 并尽量的不提高价格 例如Costco有一些产品 十多年来都会保持着几乎相同的价格 那Costco的毛利率呢在过去五年中平均也只有13%的样子 最新一个季度的毛利率也只有11.2% 这都是要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5%左右 而他们竞争对手沃尔玛的毛利率呢 则是差不多25%的样子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Costco的盈利增加 并没有改变他们门店产品低利润的基本策略 而是通过国际市场电商业务带来的收入增长 还有就是更好的成本控制 以及运营效率的提高 因此呢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依然是很稳定的 这就意味着在通胀环境下物价上升 相比其他的零售商而言 价格便宜量又足的Costco 对于消费者而言可能会有更大的性价比 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 变相的成为一支能够对冲通胀的零售股 所以呢前景依然是不错的 但还是和近期分享的一样 Costco这样的股票呢 更适合的是作为投资组合中的稳定资产配置 帮助我们获得一个长期的资产增值 而不应该用成长股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接着呢我们再看一看黑莓这支股票 其实除了这次和AMC 还有GME的再度大涨引来了市场的关注以外 黑莓这支股票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去关注的消息 他们现在依然需要时间去向市场和投资者证明 公司的发展以及收入的增长前景 所以这支股票如果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依然是需要耐心的 但短期内呢 倒是有可能会像之前那次散户大战一样 受到一些投机情绪的提振 而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 但这样的短线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得住的 因此呢如果风险承受能力不高 又不打算长期持有的话 其实最好还是不要在这种狂热情绪下贸然的入场 因为短线投机的风险真的很高 但如果真的有朋友 想要尝试在潜在的散户热潮中 从黑莓这支股票上赚上一笔 那我的建议是一定不要贪心和不要后悔 因为如果只是情绪面的推动 股价的上涨和下跌会随时出现 可能就在下一秒整个形势都完全不同了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讲道理的 所以千万不要试图去猜测和判断准确的买点和卖点 只能说可以考虑将手中的仓位分成几份 然后分批锁定获利就好了 而一旦整个投机热潮结束后 黑莓的股票就又会回到他们的基本面情况 如果看看基本面的话 虽然说有一点死气沉沉 因为他们在收入和盈利方面 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去证明自己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黑莓这样一支 需要更多耐心的股票 但是随着经济的重启和汽车行业的发展 以及网络安全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等等 这依然会是一支有潜力的股票 另外就是他们技术面现在有值得关注的地方 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在三月底的视频中 我有和大家分析过 黑莓这支股票可能会陷入一段时间的横盘震荡 那经过了今天的上涨 终于算是有望突破差不多两个多月盘整的区间了 也就是100日和200日均线之间的这个窄幅区域 那如果真的能够凭借这次的投机情绪 向上明确突破了100日均线 这样的话就能够带来技术面的积极支撑 吸引一些技术买家的入场 从而帮助股价起稳 为更大的反弹做好准备 那感兴趣的朋友 最近可以看一看技术面的突破情况 那明天又是周末了 首先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下周一美股市场会修饰 因为是一个长周末 所以在这里先预祝一下 美国的小伙伴们长周末快乐 另外虽然整个财报季已经临近结束了 但是下周还有多份财报值得关注的 其中就包括了像Zoom Crowed Strike DocuSAM 以及Trui这几家公司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 由于6月15日至16日 将召开美联储6月份的政策会议 所以说下周我们将迎来 多位美联储官员的密集讲话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之后一周呢 美联储官员将迎来政策会议之前的晋升期 所以将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是没有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 CMC Markets和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 老虎证券的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还有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 由我参与开发的 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 已经正式推出 这个课程的目的是帮助美股初学者 打造一个正确的投资基础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 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或者可以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咨询详情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健康平安 我们下周再见